我们现在就在台北市的铁道博物馆 小金总统今天是特地到这里 要来这里为这里开幕来做这个街牌 那这个铁道博物馆里头放了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早时代相当于古迹的铁道的建筑 那总统会特地来呢 其实也就是三倍军快要上路了 那总统希望大家都能够趁机的出来观光旅游 赶快来听听看 保留了有形的文化资产 也传承了关于建筑知识 工艺技术 铁道文化等无形的文化资产 走入园区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轨迹 也能仔细体会文化累积出的厚度 等一下我们就要去逛逛园区的展示空间 听说有精彩的铁道文化长设展 我非常的期待 在我们防疫新生活的阶段 大家一起来拼经济 拼振兴 拼国里观光的同时 也千万别忘了 台湾的丰富文化的资产 多元的博物馆和美术馆 很值得国人多安排几趟资讯之旅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总统说呢 现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大家就应该来拼经济 那其实呢这个总统 昨天也释出影片 他是造了超商这里 来领这个三倍券 那行政长说人昌也领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文化部呢 也推出了这个议放券 就是希望能够来针对议文活动 来进行振兴 博物馆现在也必须要自救 所以呢 这个府院动起来 就是希望能够来这个 连博物馆自己都能够自救 也能够加入这个拼经济的行列 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情形